台中市長盧秀燕就職典禮 送上古關空氣宣示打擊空污決心 不過今日台中天空還是灰蒙蒙 面對媒體追問 盧秀燕僅點頭失意 快閃敢開會 與其讓這樣子的老舊機組 燒了30年的還在燒 那我們就是具體的主張 中國的4號機組 應該要退場 盧秀燕在市政會議上 針對空污提出具體解方 從中火老舊機組先下手 不過1月4日5日 中火有5部機組正在碎修 台中市16處側站AQI人亮起橘色警戒 我是覺得台中的空氣還是很不好 因為我們有小孩的媽媽 就很清楚可以知道這件事 因為小孩的衣服就是不OK 這個東西要慢慢改善 不可能一下就好 我晚上回去的時候那邊都 空氣都烏烏的 對我本身是過敏的 所以說我對那個空氣的話 我會流皮水 中火停機五部機組 但是空氣一樣很糟 那麼面對中國來的髒空氣 以及本地的污染 盧市長要怎麼解決 面對質疑盧秀燕吵冤 強調減煤是正確方向 如果大家當天的這個空污狀況 出來做比較 大家就可以發現 高坪地區更嚴重 我們是菊汗 那有時候一點紅汗 但是菊汗 高雄是整個紅汗 換句話說 如果當天不是有幾個機組停的話 也許我們就像高雄一樣 盧秀燕選前搶打市長換人空氣換新的競選支票 即使才剛上任沒多久 但台中的空氣品質 未來肯定會成為被放大檢視的項目 歡迎新聞紅石層張元春台中報導 啟動 嘗 嘗 嘗